经过五个比赛日的争夺,亚运会已经决出了153块金牌,153块银牌和213枚铜牌,有的算式已经进入尾声,有的算式则是即将开始。 不过,在奖牌榜上却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,那就是来自东亚的中国队,日本队和韩国队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前三,三队包揽了大部分金牌,活生生将亚运会变成了东亚运动会。 截至目前,中国队继续排在奖牌榜首位,其中金牌55枚,银牌40枚,铜牌21枚,总奖牌116枚。 在多个项目上,中国队都表现出了亚洲顶级水平,包括射击、体操、武术、羽毛球等,其中产生金牌最多的当属游泳项目。 在游泳项目上,中国队一共斩获了16枚金牌,其中学家于拿了4枚金牌,孙杨斩获了3枚金牌,日本队则是排在了奖牌榜第二位。 他们一共获得了25枚金牌,28枚金牌和33枚铜牌,一共拿到了86枚奖牌。 在所有的金牌中,游泳项目为日本队做出了巨大贡献,一共取得了17枚金牌。 其中,年轻女将持江梨花子,一个人就获得了5枚金牌,叶熊是个人金牌榜首,表现相当强势。 排在第三位的韩国队,拿到了16枚金牌,20枚银牌和27枚铜牌,一共有63枚奖牌。 除了中日韩以外,同样来自东亚的朝鲜队,收获了6枚金牌,2枚银牌和5枚铜牌。 中国台北队则是拿到了5枚金牌,6枚银牌和11枚铜牌。 中国,香港队夺取了1枚铜牌,3枚银牌和8枚铜牌。 中国澳门队则是收获了1金1银,中日韩三国一共拿到那153块金牌中的96枚。 如果加上其他东亚参赛队伍,金牌数更是达到了109枚,奖牌总数314枚。 东亚各支参赛队的强势表现,也将亚运会慢慢变成了东亚运动会,亚洲其他国家也只能喝喝汤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